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社交媒体上 胡人官方也晒出了詹姆斯 在比赛中投三分的画面 毕竟是自己职业生涯为胡人对效力的第一场比赛 比赛结束后 詹姆斯也晒出了一张自己在球场上的照片 然后写道 没有赢球 但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追逐伟大 一个来自于埃克伦的孩子 几前在球场出师不力 大家觉得胡人周赛季 还能进季后赛吗 詹姆斯加盟胡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的儿子 今天在社交媒体上 詹姆斯帅出了一张自己儿子的视频 然后写道 我们很饥饿 所以一直要去搜索猎物 继续加油 年轻的国王 布朗尼詹姆斯 追逐伟大 今天是勒布朗尔詹姆斯加盟胡人后的首秀 同时 也是朗多 兰斯史蒂芬森 麦基等人在胡人队的首秀 今天的比赛节 术后 史蒂芬森也晒出了一张自己在比赛中的照片 然后写道 第一场比赛很有趣 仍然要努力去工作 喜欢胡人的表演 修赛期苦练 新赛季 也到了库兹姆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今天的比赛中 库兹姆群场得到15分3篮板 在社交媒体上 库兹姆筛出了一张在自己的比赛照 然后写道 伙计 能够回到球场感觉真的很好 心胡人出师不力 而新马刺拿下了季前赛的第一场胜利 今天的比赛 他们击败了麦埃尼热果 这场比赛中 阿尔德里奇全场出战17分钟 得到了10分4篮板 比赛结束之后 阿尔德里奇也晒出了一张自己在比赛中的照片 然后写道 回到球场上 阿尔德里奇之外 保罗加索尔也晒出了一张自己在比赛中的画面 然后写道 继前赛的第一场比赛 在马刺球迷面前拿下了一场胜利 我们以一个非常好的势头 开启了新赛季的旅程 除了篮球比赛之外 勇士球星斯蒂根库里的最大乐趣 可能就是秀恩爱 今天在社交媒体上 库里的妻子就晒出了两人一起前往现场看演唱会的画面 这些年来 很多人都在调侃 勇士球星斯蒂根库里是小学生 而今天在社交媒体上 斯蒂根库里就晒出了自己在车内追一辆冰激凌车的画面 最终 两人也无愿意他吃到了冰激凌 而凯尔特人民宿保罗皮尔斯 仍然处于旅行模式 今天在社交媒体上 皮尔斯晒出了自己在奥运的画面 可能大家还记得 今年夏天 当钱林芙兰回到骑士的时候 凯文乐福调侃芙兰的画面 看起来 两人私下里关系不错 今天在社交媒体上 芙兰晒出了自己在飞机上的照片 然后写道 只剩下一个座位了 我的座到凯文乐福的旁边 随后芙兰还摇摇头 然后说 该死的 北京时间的周三 骑士队才将迎来他们季前赛的第一场比赛 而今天 骑士队也盲算偷闲 探访了美国的一个空军基地 今年季前赛的首场比赛 费城76人对阵的是墨尔本联队 这是一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球队 众所周知 76人前锋扮西茅斯 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 今天在社交媒体上 西茅斯也筛出了自己和老乡们交谈的画面 然后写道 澳大利亚人和澳大利亚人之间的谈话 虽然今天是美国时间的周日 但NBA的球员们已经没有了假期 今天76人对教堂进行了训练 在社交媒体上 76人官方就晒出了球队在训练中的一些画面 明天 北城76人将会继续他们继前赛的征程 下场比赛 他们将会对阵的是澳兰多魔术 今天在社交媒体上 魔术官方就晒出了球队出发 前往费城的画面 昨天的比赛中 独行侠队战胜了北京首钢 东谢奇迎来了自己代表独行侠队的第一场比赛 在社交媒体上 东谢奇也晒出了一张自己的比赛照 然后写道 第一场 季前赛首场对阵勇士 德里克罗斯的表现可圈可铁 那场比赛中 罗斯群场出战21分钟 石头又重 得到了16分2场段 今天在社交媒体上 森林郎官方也晒出了罗斯在比赛中的一些照片 然后写道 当他们说 你的邮箱里可能已经没有油了 尼克斯队明天也将迎来他们继前赛的第一场比赛 他们的对手是华盛顿奇才 今天在社交媒体上 尼克斯官方也晒出了球队在飞机上的一张大合影 如今 尼克斯的主帅已经换成了菲兹戴尔 之前 他们的主帅是霍纳赛克 很多人了解霍纳赛克 是先了解的他的女儿 而今天在社交媒体上 霍纳赛克的女儿就晒出了两人一起吃饭的画面 然后写道 和父亲一起吃晚饭 波克兰开拓者队 目前也处于季前范的征程中 不过 今天 开拓者者球星麦克勒姆毛里偷闲 光看了克里夫兰布朗人队对着奥克兰突袭者队的比赛 然后写道 表演时间差不多到了 不过 尴尬的是 麦克勒姆支持的克里夫兰布朗人队最终 输给了奥克兰突袭者队 在社交媒体上 队友莉拉德晒出了一张麦克勒姆的画面 然后调侃 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今年 开拓者球星麦拉德也晋升为了奶爸 今天在社交媒体上 莉拉德晒出了自己带娃的画面 然后写道 你要知道 你的老爸也是一个大人物 雷霆队今天没有比赛 不过 他们组织了一场对内队抗赛 最终 基本都是主力的白队战胜了蓝队 这场比赛中 施罗德得到了22分 巴篮板12助攻 保罗乔治得到了23分 巴篮板6助攻 帕特森得到了20分 比赛结束后 雷霆官方也晒出了对内队抗赛的一些精彩画面 和雷霆队一样 步行者队今天也在主场进行了一场训练赛 在社交媒体上 步行者官方晒出了球队的一些照片 隔方 วก和雷霆晓法